重大消息!中国首艘航母江海市,距离时间仅有4天,各国罕见表态。 新起军事文化团队第1427期,众所周知,目前我国第一艘国产航母001A型已经准备就绪,随时等待海航的开始。 而中国向来在时间上非常重视,本月23日又是我国海军第69周年纪念日,对于海军来说是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。 因此中国首艘国产恐将在海军街正式海航,距离那一天的到来仅仅还剩下4天的时间,很多国家都将目光集中在中国的身上,毕竟目前全世界航母实力来说,除了美国之外,中国是最有实力成为世界排名第二的航母大国。 中国已经服役了辽宁号航母,服役五年多来帮助中国维护了辽阔海域的安全问题,而现在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的到来,无疑是将中国正式开启双航母时代,对于世界来说都是非常惊人的消息,现在的中国发展速度实在太快了。 很多国家对于中国的态度也是很大不同,其中西方某些国家开始解除对中国的技术封锁,主动向中国抛来橄榄枝,希望和中国进行深度的军事合作,我们当然是希望这样的国家越多越好, 从而促成多方共赢的局面,中国成为最大受益者。 但是也有一些国家不希望中国发展太快,单些影响到他们的国际地位。比如美国现在不断在中国南海制造摩擦。 美国罗斯福号航母多次闯入中国南海,无视解放军的强烈警告,不断在试探中国的底线,这是我们坚决不能接受的。 一旦中国航母正式海航,那么距离该航母交付到中国海军的时间就更加近了,中国总体实力也会获得更大的提升。 反观西方国家不断陷入战争中,只要中国抓住这次机会,美国在想阻碍中国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。读者们,你们觉得呢? 新奇军事文化团队第1427期,众所周知,目前我国第一艘国产航母001A型已经准备就绪,随时等待海航的开始。 而中国向来在时间上非常重视,本月23日又是我国海军第69周年纪念日,对于海军来说是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。 因此中国首艘国产空将在海军节正式海航,距离那一天的到来仅仅还剩下四天的时间,很多国家都将目光集中在中国的身上,毕竟目前全世界航母实力来说,除了美国之外,中国是最有实力成为世界排名第二的航母大国。 中国已经服役了辽宁号航母,服役五年多来帮助中国维护了辽阔海域的安全问题,而现在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的到来,无疑是将中国正式开启双航母时代,对于世界来说都是非常惊人的消息,现在的中国发展速度实在太快了。 很多国家对于中国的态度也是很大不同。 其中西方某些国家开始解除对中国的技术封锁,主动向中国抛来橄榄枝,希望和中国进行深度的军事合作, 我们当然是希望这样的国家越多越好,从而促成多方共赢的局面,中国成为最大受益者。 但是也有一些国家不希望中国发展太快,单些影响到他们的国际地位。 比如美国现在不断在中国南海制造摩擦。 美国罗斯福号航母多次闯入中国南海,无视解放军的强烈警告,不断在试探中国的底线,这是我们坚决不能接受的。 一旦中国航母正式海航,那么距离该航母交付到中国海军的时间就更加近了,中国总体实力也会获得更大的提升。 反观西方国家不断陷入战争中,只要中国抓住这次机会,美国在想阻碍中国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。 读者们,你们觉得呢?